12月11日,在第六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重庆大轰炸幸存者访谈录首发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这是中国首部专门反映日军无差别轰炸受害幸存者的史料记事画册,记录了120位重庆四川无差别大轰炸幸存者的悲惨遭遇。 活动当天,清华日军暴行独立研究学者新书作者李小芳讲述了他记录这段历史的初衷。 在多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他深刻地了解到无差别大轰炸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 他们不知道的,他们家人在家里面吃饭或者睡觉或者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突然日本飞机飞过来,一个炸弹扔下来, 亲人啊,就是尸体都找不到,这瞬间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啊,非常大。 所以很多受害者过了几十年以后啊,他们回忆这样的经历啊,都是非常痛苦。 很多受害者是默默无闻没有公布过的。 受害者啊,很多一部分啊,至少一半以上都是首次公布的。 翻开书页,一幕幕惨痛过往重现。 1938年2月起至1944年12月, 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和四川进行了长达六年十个月的战略轰炸, 史称重庆大轰炸。 李小芳表示,这本书的意义是向世人展示真相,呼吁大家铭记历史。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让我们这个,大家看到, 就是清华日经当时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给我们平民带来的这个灾难。 我觉得我们要这个历史,要记住这个历史, 牢记这个历史,我们要珍惜这个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当天,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之一, 87岁的丽远奎老人也来到现场。 他表示,这本书清晰且详细地在线了当时的情景。 他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早日承认罪行,向受害者谢罪。 所以他这本书就是当年历史的在线, 所以让我们铭记,也不忘记我们今后的使命。 我现在是中国目前,对日本索赔的重庆大轰炸, 民间受害者,对日本索赔原告团的团长。 我自己完全自费,到日本起了八次。 所以在作为受害者的时候,应该共同地向日本政府要求他写罪和赔礼道歉, 以及甚至赔偿。 据了解,重庆大轰炸幸存者访谈录, 记录了近500幅受害者生存状况照片和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史料照片, 以及16万字受害者口述经历。 到目前为止,该书记录的幸存者已有一大半以上离开了人世。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